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从他什么贵重的东西都高兴 梅子 爹对墨玉怎么样 对天红呢 你呀不说实话 爹对天红不好 要是好的话 怎么能让他去小山之后 尽情当个鬼头呢 您拿好了 您慢走啊 这位爷 您要点什么 请问徐大掌柜在不在 您找我们徐大掌柜的干什么 我找你们徐大掌柜做笔大生意 这位爷 您的这笔生意有多大 那得看你们店里的存货有多少了 有 好好好 照页点 请 对了梅子 你最近见过什么人吗 天红呢 哎呀 梅子 爹原来是对天红有点不放心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 我发现天红 还真是一个难得的忠厚之人 我想把咱们家的末房 交给天红精英 你看怎么样 别提小山那王八蛋 你说天红不会干 嗨 那你就劝劝他吗 哎呀 小山哪 让爹伤头心了 我准备把他赶出家门 让他自生自灭 梅子 爹想通吧 和尚无耳孝词多 没有他小山 我还有天红呢 哎 梅子 你说让天红 给爹当儿子行不行 哥哥 哥哥 您怎么来这儿了 哥哥 徐大掌柜 你近日可好啊 好着呢 来 您坐下说 哥哥 您 您是 您是说的 哦 三叔爹 这位就是我常跟您说起的 紫燕哥哥呀 三叔爹 哦 这是我三叔爹 我呀 从小是我三叔爹代大的 我跟你说过呀 哦 对了 你是说过 三叔爹 这洛霞可好啊 好啊 就我那真儿媳妇 现在可是大忙人啊 这家里家外的事情就全靠他照料了 这样 等过几天 家里的事情消停了 我就让他过来看望哥哥 好啊 二烈 这洛霞嫁给你这么多年 怎么也没见他给你生个大炮小子啊 哦 这洛霞呢 怕有了孩子 冷落了小鱼儿 所以自己不要孩子 这个洛霞 二烈 你娶了洛霞 这是你天大的福气啊 是啊 我问你 你们东家金二爷呢 哦 咱们先进去说吧 哥哥 好 你爹的意思 我很明白 他是想啊 任我做干儿子 来笼络我 可是 我怎么能认贼做妇呢 对不起 妹子 你别怪我 我不该当着你的面 这么说他 可我就是这么想他 在这儿 我不会待得太久 有件事 我一直没有做 不是忘了 而是时机未到 也许 时机就要来了 昨天啊 我遇到了一个人 他说 是徐尔烈的朋友 还提到了我家少爷 有那么一刻 我甚至觉着 他就是我家少爷 可他不是 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我听明白了一点 就是徐尔烈他们 已经动起来了 不错 妹子 不错 不错 我恨你 我恨你父亲 如果有朝一日 我能为我家少爷报仇 我是不会含糊的 他就跟着谁 也不招待 他也不占不住 他不想 可我 有些事 他要有 不恨你 你 昨晚我做了个梦 梦见他大难不死 回到了京城 这梦真奇了 人死怎么能复生呢 梦嘛 就是稀奇古怪的 是啊 稀奇古怪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靳开文如果要是还活着的话 他会找把刀 找吴之鹏和方波年去拼命 我想不会 那为什么呢 他如果杀了他们两个 不但洗不清他的冤屈 而且还会最佳一等 也是啊 那他也许会再去滚丁板 高于壮的 我想也不会 为什么呀 因为没有证据 是啊 那他会怎么做呢 我想 他一定会改头换面 隐姓埋名 开个像玉光楼这样的墨铺 然后搞垮吴之鹏 再找出证据 哥哥 这靳开文死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是放不下他呢 行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今天来 是想问你个事 哥哥您请讲 我想请你到我的墨房帮忙 你愿不愿意啊 尔烈已经答应了金二爷 就不能在半岛上撂挑子呀 这金二爷给你多大好处啊 金二爷十分信任而恋 我对你信任不够吗 当然不是 我是答应人家的事小 误人事大 不好意思向人家开口 你不用开口 我替你开口吧 你告诉我 金二爷在哪儿就行了 哥哥 这金二爷出门 您从不告诉我他去哪儿 我真不知道 好了 我不为难你了 还有一件事 你过两天啊 把洛霞给我接回京城 把小鱼儿也带上 行 哥哥 天空 来 你喝了这杯酒 就算任我这干爹了 我不会喝酒 有什么想法 我没什么想法 只会好好干活 那个锦不换 跟你说什么了 什么锦不换 我不认识 不认识 你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啊 我滴酒不沾 好 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 何大人身边的红人 他金不换再神通广大 在我和何大人的眼里 他就是一只猴子 我压根没看得上他 而你呢 现在是吴家的女婿 你要想想梅子 想想墨玉 一笔写不出两个乌子 该怎么做 你心里应该有数 莫非 你别提他解释 他今天对我这样 都是金不换闹的 好 我明天就回京城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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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你们都下去 别看他现在顾客迎门 过不了几天啊 他的墨卖完了 拿什么跟咱们斗啊 不过 老爷 看来那格格和金二爷也有关系 如果他铁了心的要帮玉光楼 对咱们可是不利啊 老爷 有格格帮忙又能怎么样啊 老爷 您的意思是 你去 把我们的镇摘之宝拿来 老爷 那个 拿什么拿呀 叫你拿你就拿去 是 是 大人请看 这方古墨叫画眉墨 是前朝智末大师张玉所致 这就是张玉的画眉墨啊 对 哎呀 今日能见到此墨 真是太难得了 但见张玉墨 世人修化眉 说的就是这方古墨吧 对对对 哎 贺大人真是 学士冤不独具慧眼啊 哎 刚才那首诗指的 就是这方墨 不瞒大人说 这方墨 世上仅存此一方 我是费了很大周折 才把他弄到手啊 那吴老板 怎么会送给我何某啊 大人 最近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啊 我就想何大人 有一方西式的端艳 却没有宝墨相配 就好比宝马没有好安意啊 所以我就派人呢 到民间 用重金悬赏 才求的这方西式宝墨 来向何大人 哎 吴老板真是用心良苦啊 大人 只要您喜欢 我这点辛苦算不得什么 哎 哎 不过 大人 啊 有话直说 你也不会白白的送我这番古墨 再说 官府的墨 都有你来制作 还想有什么要求 哎 哎 哎 是这样 何大人 哎 官府用墨 毕竟有限 而乌龙阁的裁员 来自于民间 最近小民的生意不大好 积压了很多旧墨 忽然间我就想起了 各地府衙 不都有官办的学堂吗 要是您何大人 下一道令 让这些官办的学堂 都来买我乌龙阁的墨 那您可就帮了我大忙了 吴老板 你可真是生财有道啊 好 我给你写个条 你送到礼部韩尚书那儿 让他发个文 让各地的学堂 都用你制作的墨 怎么样 哎呦 多谢何大人 这格格啊 提起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说那靖开文还活着 如果是靖开文还活着 怎么样复仇 说了好多 你说他这梦奇怪不奇怪 这靖开文啊 这靖开文啊 死了这么多年了 格格的心里啊 还是放不下他 那有什么奇怪的 有些人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心还活着 有些人虽然还活着 但他的心早就死了 他也没有 就让他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就让他 干这儿的柜头吧 反正他也干过很多年了 这些事情 你看着办吧 哎 那 就谢谢金二爷了 快快快 把这墨给他们 哎呦 老爷回来了 老爷 看您今天这满面春风的样子 一定有什么大喜事 有喜事 有喜事 老爷 有什么喜事您说出来 让小子们也高兴高兴嘛 我刚才去了礼部了 见了韩长叔 没想到何大人的条子真好使 这韩长叔一见条子 马上就拟离到观文 下发到各地的所有的官办学堂 让他们全买咱们乌龙阁的墨 那咱们的墨就不愁销路了 这笔帐我算了 天下共有上千座学堂吧 对 每年号墨上万方 如果咱们抓住了这条销路 那可就是汗楼保收啊 咱就不怕它玉光楼击垮咱们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马上通知老家 让他们把所有库存的墨 全都发出去 好嘞 小的马上就去拜 快去 咱们玉光楼的墨品质量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咱们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 就收到了这么多的退单 而且还都是各地的官办学堂啊 金业 金业 要真的是这样 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这里面有问题 一定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 金业 这官办学堂的经费可是由李部出的呀 我想这件事情会不会跟李部有关系啊 金业 你看这事跟对面会不会有瓜葛 乌龙阁 对啊 你看乌龙阁这两天有多热闹啊 那人进人出的车水马龙 一箱箱的墨搬进搬出 那是热闹极了 平常哪有这样的事啊 一定是乌之鹏买通了李部官员 通过李部抢制各地官办学堂买他的墨 金业 那要真的是这样 那咱们可就彻底失去了官办学堂的这块肥肉啊 没关系 他走官道 咱们可以走民间的路子 民间的路子 公司老公 你看那儿有个学堂 搜 你这写得不行 慢慢写啊 老先生 我们是京城开墨房的 想了解一下孩子们喜欢用什么样的墨 可以进来问问吗 好好好 请便 好 请 请 请请 请 你这用的是什么墨 这是烟灰汁 不是墨 烟灰汁也能写字啊 这好用吗 不好用 不好用你为什么还用它 他家穷买不起墨 我们这儿有好多栋烟灰汁写字 都是因为家里穷啊 老先生 像他们这样买不起墨的人家在京城多吗 多的是 你们不是开墨房的吗 要我说呀 你们能不能生产一种给平民百姓用的墨呀 能不能啊 价钱呢 要低一点 一方墨用的时间要长一点 这样的话 这些孩子都用得起了 尔烈这事怎么做 你明白了吗 金言 我有点明白了 但是还没全明白 咱们余光楼 要尽快生产一种 物美价廉面向平民百姓和学童的低价墨 只要咱们能做到这一点 咱们就能占据京城大半个市场 想把墨的价钱降下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 咱们的墨房设在江南 置墨用的都是上等的游松 哎 价钱本来就不便宜 再加上咱们的墨制好之后 还要千里迢迢地运送到京城 把路费一加 成本就上去了 哎 金儿爷 价钱再压了 那也不能低于成本价呀 要不然 那咱们不是成了赔本的买卖了吗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要把成本降下来 办法我已经有了 就是咱们在京郊买一块地 自己办一座墨房 我打听过了 京郊的松枝价钱很便宜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成本降下来 再把运费省下来 成本就会大大的下降 这倒是个好主意 但是用普通的松枝烧烟灰 代替江南的油松烟 行吗 应该没问题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咱们做的这种墨 是面向广大贫民百姓 学子用的低价墨 他们的要求并不苛刻 只要能用就行 用普通的松枝烧成烟灰 制成普通的简易墨 价钱很低 又实用 一定会受到百姓欢迎的 既然金二爷成竹在胸 那咱们说干就干 明天我就从龙圣堂 调一批银子过来 马上买地 盖房 建墨房 这简易墨 大家加把劲啊 好好干啊 仔细一点啊 把料调准了啊 调准了 仔细点啊 大家都仔细点 快 仔细点啊 金 照您的吩咐 上上下下都安排妥当了 葫芳 好 那你这是干吗 不要问那么多 好好做自己的事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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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愣着了 干活干活 刚才我粗略地算了一下 这些墨的价格非常低 咱们一方墨卖两个铜板 那就有一个铜板的转头 我们还可以再压压价 还压价 这一方墨总不能卖一个铜板吗 我们可以这样卖 一方墨卖两个铜板 但是两方墨就卖三个铜板 买得越多价钱越低 好 如果这样的话 咱要是卖得多了 核算起来 那也是不亏的 靳野 您太聪明了 这样一来 不但能满足那些 买不起墨的平民百姓 咱们还能挣到钱 这叫一举两得 既然是一举两得 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是是是 现在这墨呢 还得有个新名 您看叫什么好 是 我也正琢磨呢 倒是有一个县城的名 如果用上的话 再合适不过了 什么名 您的大名 金不换 我的名 好吗 好啊 您现在金不换的名 那在京城可叫得想着呢 您名字太棒了 就叫金不换吧 那怎么那么热闹啊 买金不换呢 买金不换呢 金不换不是这家墨房的老板吗 什么老板啊 金不换 是玉光楼墨房 新上市的一种墨品 可便宜呢 我告诉你啊 而且买的越多 它还就越便宜 老家说这儿的墨便宜 这墨是怎么卖的 哎呦 你别说 这些墨可真便宜啊 算下来每一方 还不到两个铜板呢 快去吧 这么便宜啊 那我也得去买几方去 有个地道 这墨真地道 还便宜 你辛苦啊 他们这是干什么呢 是大甩卖还是要关门呢 听说乙光楼制出一种 雾美价廉的墨 起名要金不换 京城的百姓 都跑着钱去买的 有这种事 咱们现在的客户 可是都跑到他那儿去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再跟他对着干 你啊 要不咱写个牌子 把墨价降到最低 不惜血本大甩卖 把户客都抢回来 大爷 赔本甩卖可不是好办法 依小子之间 咱们挖他的墙角 让他的墨价 挡不下去 挖墙角 怎么挖 咱们用重金 把他的墨工刀势 都给拼起过来 看他们怎么直墨 好啊 赵航 好技术 金二爷 这两天咱们的进账可不小 短短几天 这成本就回来了 剩下的 就是纯粒了 现在咱们在京城墨行 是龙头老大 论好墨呢 咱们有招牌墨 玉光墨 论经济实用的墨呢 咱们有金不换 再这么下去 老乌贼的乌龙阁呀 非得关门不可 咱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我想这个老乌贼 这两天一定会想办法应付 他怎么应付啊 他怎么应付我不知道 不过咱们要时刻防备着他 我看他是秋后的蚂蚱 没几天蹦的了 绝不能高兴得太早 他肯定有他的办法 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是 五爷 您找我 徐福啊 你这跪头当得挺惬意的嘛 哎哟 托乌爷的福啊 你是不是把我交给你的事都忘了 没 没忘啊 那就好 省得我再提醒你了 我跟你说 现在通州出了不少假的千辛银子 官府衙门 正在四处追查 你不想让我把你的那件事 交给官府吧 哎哟 伍爷 您别别别别 您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您千万别把我交到官府啊 那好 你回去以后 把我交给你的差事好好办办 哎哎哎 我一定尽心办 一定尽心办 三叔爹 三叔爹 这怎么回事啊 人呐 在莫凤的师父们呐 走了 都走了 走了 嗯 怎么会啊 金爷给的工钱不低啊 他们怎么会走呢 金爷给的工钱是不低 可是有人比金爷给的工钱还高 这帮人呐 见钱眼开 有奶便是娘 这不 都跑到那边去了吗 谁能比咱们给的更高啊 哎 还能有谁啊 还不是咱们的冤家 老乌贼 哎 重金挖墙角 这事儿太熟悉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重金引诱 想走的人一个不留 哎呀 这事儿要换了其他老板 肯定慌了 我有什么可慌的 玉光楼有你徐尔烈 灰州龙胜堂有碧玉 斗垮乌之棚是早晚的事 金爷爷 您虽然打了乌之棚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只是开场戏 您看他已经开始还击了 他的财力不比龙胜堂的小 而且还有方波年在后边 给他撑腰 原来我以为复仇很简单 以您的能力 派人收拾了这两个恶贼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 杀了吴之棚和方波年这两个恶贼 既不能洗刷进家的冤屈 也不能让我堂堂正正地收回红墨房 我不能让吴之棚这个恶贼 之棚的财贼 所以要先除掉方波年 打断他这条狗腿 方波年这两年拼命地在江南收集宝墨 还当贡品献给皇上 他这个惠州之府啊 做得是越来越稳了 如果要想除掉他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容不容易 还得看我们是不是掌握住了 他贪赃亡法的证据 只要我们抓住了证据 他的脑袋就离地不远了 方波年老奸巨华 做事一向小心谨慎 我们要想抓到他的把柄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智者千律必有一时 更何况他是一个贪赃亡法的小人 你就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大人 小的奉命去查莫方 已经查清楚了 好 快说 回大人 就叫玉光楼 是龙盛堂钱庄开办的 好 果然跟龙盛堂有关系 方大人请老爷 速作决断 我挖他的人他不为所动 跑 我就给他来个府邸抽薪 你去贝马 我去晖州 好 他去了晖州 是 一定是奔龙盛堂去的 贝马 即刻启程 是 这个姚支县可靠吗 姚支县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他很可靠 你跟他的私交没人知道吧 我们平常来往很少 没多少人知道 那就好 那就找他吧 好 知县大人到 民女龙碧玉拜见知县大人 你就是龙盛堂的大掌柜龙碧玉 民女正是 不知知县大人驾到 有何贵干 本官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如果知县大人有话要说 请里面讲 大人 请 九兄 如何 没问题 姚支县已经去了龙盛堂 好好 不您啊 下一步咱们 这来派人到龙盛堂去 你看派谁去何事 此事非同小可 派身边的人去 恐怕龙碧玉会认出来 派外人去 我又不放心呢 派外人去不是不行 我怕没分量 到时候贴不到龙碧玉身边呢 那我派个机灵点的家奴去 不 不必了 人我已经选好了 谁啊 小山呢 郑小 你疯了 不是我疯了 是有龙碧玉认为我疯了 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相信小山呢 早听说龙盛堂钱庄 家大业大 百闻不如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知县大人 您公务繁忙 我们还是有事说事吧 好好好 咱们有话说话 龙大掌柜 下官到龙胜堂来 也是办公室 你知道 咱们涉县遭了水灾 皇上爱民如子 给咱们涉县拨了十万两阵银 十日内 阵银一定押送到涉县 这是朝廷护部的批文 你看一眼 这是朝廷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掌柜有所不知 咱们涉县 许多乡村水患严重 急需救济 户部拨下来的十万两银子 还得十日后才能到达 水火无情 时间又不等人 本官为了救急 就想先向贵钱庄 借些银子 以解灾区的燃眉之急 等十日后朝廷的赈银一到 如数归还所借的银两 大掌柜意下如何 旧民于水火 民女当然义不容辞 不过我想问一下大人 您需要借多少 十万两 十万两 以龙胜堂淑厚的财力 借这十万两 不会太为难你吧 这 这十万两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得好好想一想 好吧 龙大掌柜就好好想想 三日后给本官一个回话 本官有言在先 若肯借银子 官府绝对不会亏待贵号 借银十日 可为贵号免税三年 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 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 啊 协方邻居老少爷们们 乌小山 武伯成姓 屡教不改 我们家老爷 决定把他赶出乌府 不再认他这个干儿子了 我们家老爷 让我告诉大伙 从今往后 乌小山就不是乌家的人了 如果他再回梅龙镇 请大家不要看在乌家的面子上 被他再浪费银子和粮食了 朝廷给涉嫌拨十万两镇银的事情 我知道 确其是 只不过这镇银尚未到账 你紧紧忙忙叫我过来 就为这事 我是想啊 请包公子帮我出个主意 这十万两银子 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十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 你应该慎而再慎 既然这事是真的 那十万两银子借给官府用于赈灾 倒不是不可以 还可以免税三年 不过我倒是担心 这可能会有别的用意 是不是和乌之鹏 方伯年他们用什么挂格 这个你放心 你只让之前给你写下借据 拿到免税三年的契约 再把户部的批文搞到手 作为抵押 这样你就安然无恙了 那我想请包公子给我做个忠人 看在令尊大人的面子上 他们不敢耍手腕 好 我就做你的忠人 爹 手腕 你也会把户部的批文 没有什么 如果你们 把户部的批文 那维生的 又是百公署 您有那本事吗 你说我是现在把你送到官府去 治你个忤逆不孝的罪呢 还是现在就把你转到河里淹死呢 现在把你淹死得了 爹我不敢了 你饶了我吧 混蛋 起来 爹 我饶了你行 明天你给我办件事去 给我喝到龙胜堂去 行 干什么都行 这是官府的借贷契约 这是户部批文 全放在龙胜堂 等朝廷阵营一到 所见银两如数奉还 本官再来拿走户部批文 户部印章齐全 没问题 来来来 好 我们就请包公子做个忠人 签了这份借贷契约 和尊贷契约 跟尊贷契约 好 给 好 请龙大掌柜点银子吧 小六子 银子都准备好了 那请大人去点银子吧 大掌柜回来了 有人要见您 谁呀 龙大掌柜 你是谁来找我干什么 我叫乌小山 是 乌志鹏的养子 我来找你 是想让你给我一个容身的地方 你们乌家那么大的地方 怎么跑到 我这儿来藏身呢 乌志鹏 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 他把我撵出来了 把你撵出来了 为什么 是我 赌钱 输了几百两银子就 那你爹把你给撵出来了 你怎么会想到我这龙胜堂呢 平白无故你肯定不会收留我呀 但如果 如果我送你二东西 什么东西 墨镜密谱 什么 金开文家的墨镜密谱 东西在哪儿